甚可惜臺灣同鄉聯議會成立 至今已經三十一年了 秉持實時關心臺灣處處服務 同鄉的宗旨 那麼也舉辦許多大型活動 來凝聚喬新 也因為有豐富的社團經驗 和親和力 每次的活動都吸引超過五百 位鄉親熱情參與 而會長蔡匯豐也將在今年年底卸任 他在交接的前夕 與僑胞回憶當年所舉辦過的 辛勞與成果 聖河溪臺灣同鄉聯議會 在聖河溪矽谷地區 成立已經三十多年 我們在這裡本著 實時關心臺灣處處服務 同鄉的理念 為矽谷灣區的僑胞朋友們服務 過去這一年來 我們接著承辦了很多的活動 包括我們臺灣傳統州 僑委會派遣的參訪團 訪演團 還有我們的國慶的特展 都是由聖河溪臺灣同鄉聯議會 在我們矽谷地區作為一個服務 同鄉的一個工作 我們每年會有一個非常盛大的 跨年晚會 我們利用我們全世界最新的 世界第二大的 金山灣區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來舉辦我們的跨年晚會 在跨年晚會 我們通常都會有四百多位僑胞 倒數祭食 迎接元旦 祝福我們的國家 國運昌隆 新年快樂 我們通常都會有五百多不成功 鼓勵 針福